回到星期三晚的沈大師講投資 我們的節目叫做沈大師講投資 不是講投機 所以千萬不要有所誤會 如果你是投機者 想聽節目之後 明天買升買跌的 我想你最好就不要聽了 因為我們最主要是希望透過節目 教大家分析的邏差 真真正正的股市分析 作為中長線投資的角度來看一件事 當然你說中長線投資 可能騙你十年八年不會的 基本上你用基本分析 看一間公司的利月幣 或者做一個部署的策略 比如說未來一年兩年的部署 其實就不需要太過在意短期的升月跌 最重要就是說第一 你要買對股票 第二你不要賣錯股票 如果不是 你不知道會怎樣 當然現在坊間 天天都有人講財經 天天都有人講分析 但是真真正正是有多少真的會基於基本因素 擺脫了短期的升月跌的偏頗 來做一個客觀的分析給大家 讓你們自己做一個決定 我想沒什麼 以我所了解 其實也有不少的分析或者評論 都是建基於看市升還是跌 在升的時間一定是講一些好的東西來解釋為什麼會升 跌的時間就是找一些壞東西來解釋為什麼會跌 但是很少說在升到一個相對高位或者有風險的水平的時間 告訴你接下來的風險在哪裡 又或者是跌到一些跌過了籠的時間 市場每個人都很害怕 但是要告訴你 在那時候開始罵貨 當然你罵了貨可能還會繼續跌的 但是始終都是一個很低的位置 所以我希望這個節目可以幫大家做到這件事 教大家去分析 不是教大家去亂炒 亂炒 老實說 有時候你是看對了升來升 OK 但是是不是代表你的分析是正確呢 是不是代表你看那間公司的基本因素是正確呢 不是的 有幾個情況 你是分析錯 但是你那個方向 升與跌就適合你 你看的東西 但是其實你的分析是完全錯的 你可能是買一張不值錢的垃圾公司 但是你看好它 它真的是升 那是不是代表你分析是正確呢 不是的 另外就有些情況之下 你就算分析是正確的 表面短期的走勢 是可能要捱的 那你就要決定 我是不是要捱 或者是不是要交貨 那這些呢一定要建基於一個信念 一個分析的邏輯 來支持作為一個理據 沈大師講投資就是講投資 不是講投機 當然你說市況突然間有些轉變的時間 我都會提供一個看法給大家 當然去不去投機就是你自己決定的了 不是捉住你的手去做牛洪正那些情況 大家都看到了 上個星期我就說 市況建基於看筆水 筆水也看到很多筆水股 開始有問題 當然了 當中一些的內房股 融創那些 也都有問題了 今早10點鐘我就在Facebook 我們有個沈大師講投資的Facebook專頁 有時候有些短線的東西 我看到有風險或者有機會 我都會在那裡跟大家post一些資訊 今早我就看到融創不是很對勞 所以今天10點多鐘左右 就已經出了貼文 就跟大家看著這隻股票 千萬不要碰 因為在技術上它是穿了位 怕會有大跌或者急跌 所以叫大家不要碰 當然背後 一定要有建基於一些基本因素 來做決定 今早看到技術走勢不好 我叫大家不要碰 下午3點多鐘 4點鐘收視 我post給大家 你會發覺如果今早去撈 就中了伏了 走勢比較差 我亦都post了恒大 告訴大家危險經已在前面 另外有一隻今天沒有什麼壞表現 但是我post了上來 因為我留意到一個報導 關於綠金鎖一些代理銷售的產品 這個就是平保旗下 就是綠金鎖 平保炒得這麼厲害 都是一直在吹綠金鎖分散上市 報道說旗下代理的一隻產品 有一個違約的情況 我會再跟大家分析 現在全世界都跟你說 有些股票買了不怕的 騰訊告訴你 只會買貴不會買錯 買了一定升不得跌 結果你看到了 從我做這個節目開始 第一集跟大家分析 這個季度 我第一集 試溫的時候跟大家分析 騰訊的業績裏面的細節 這集你可以在YouTube重溫 是免費的 都有好幾萬個view的了 你可以上去看我分析騰訊的因素 連續兩集都有提到 你看到騰訊由做了440元之後 一直下來 最低殺到366元 現在都沒有特別大的表現 基本因素 不會錯的 只不過股價短期就是看供求 用創亦都是 你看他的表現 純粹是資金主導之前的強勢 但是很多分析 我待會在第二部分 就會跟大家去看 另外 屏補 每個人都告訴你 現在買屏補一定沒有問題 因為分刷六金鎖 分刷六金鎖可以嗎? 騰訊又分刷月文 再分刷易陰 股價為何440元會跌下來 在400元以下呢? 跌十幾個百分比 大了嗎? 有時候市場就說歪你當真理 將一些因素煲帶來 其實很容易中了大胡椒的 就是你 錯誤地判斷了形勢 一些沒那麼價值的東西 你說得很大很大很有價值 那你就放心去高位追 追了跌下來 你懂得炒的炒家 投機者你懂得打 沒有問題的 你們可以去做 但是你如果將它說到基本因素 多值錢 然後就令到一些 普通的長線投資者散戶 就拿著來 怎麼辦呢? 長渣? 每個人都說長線OK 那你就各位拿了 你九十幾元買了一隻中安在線 拿到現在七十多元 那怎樣? 長渣? 跌下50元呢? 40元呢? 30元呢? 20元呢? 不會啊! 誰說不會啊? 誰寫包單啊? 到時候你捱了一個長線投資 從九十元捱到二十元的時間 你就大隻 是不是? 所以有些股票是不能拿的 一定是建基於一個基本因素 就算你走了去升 沒辦法 這就是短期波動的影響 所以沈大師講投資 我就 除了分析短期的市之外 最重要就是灌輸一個 教育意義的一個分析 以前那些正統分析員 他們是在研究部 慢慢砍石仔 砍起那些分析的方法 有人說 這些是新思維新世代 你那些傳統的東西沒用 我不覺得 傳統的東西有傳統的用法 始終價值這東西是沒得騙的 起碼我知道 我去買這隻騰訊 我純粹是投機 在這些位置是不可以做投資的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到數據 但是我幾大程度估計 騰訊的增長 盈利增長應該已經見了頂了 增長的百分比 已經過了高峰期 接下來會放慢 增長會放慢 甚至增長很低 這就是 經過分析之後 所定的一個決定 這個決定當然跟短期的股價 是有不同的 正如近期很多人問我 為何我今天post了一件事 錄金所有一單違約 為何股價是升 這單違約的影響不是那麼大 但是意義在後面那一部分 待會第二部分會跟大家分析 先賣一下廣告 我們先出第一張PowerPoint 這個節目就是 D100網台裏面的一個收費節目 當然 我們也會有前一段 有些剪輯部分 用來公開放上YouTube 給大家看 但是如果你要看完整個節目 逢星期三晚 你加入了我們的會員 買了我們的package之後 逢星期三晚 大約8點多鐘左右 我們就會有一個更新的 即將節目更新 你就在網台上可以重溫 要報名很簡單 我們一季就13集 每季就收450元 其實很便宜的 唯起上來真的30多元左右一集 那麽就40元左右 你可以去上D100多元那裏 就在那裏申請購買 又或者去上環地鐵E2出口 D100的專門店那裏訂購 當然如果在專門店訂購 可能會延五、一、兩天 因為要安排那些密碼 訂購了之後 你就可以重溫過去那幾集的 沈大師港投資 上個星期就跟大家說 港股最大問題在哪裏呢? 在筆水 筆水呢 究竟A股是怎樣呢? 大家看到近期A股的走勢很弱了 我們看看A股的圖 這個是上證指數圖 你會看到 在11月 衝上3400樓上 做了今年的高位3459 然後下來再抽多一口做個雙頂 之後一棍下來 慢慢漏尾袋 下來穿了3300 彈一彈上去又下來 接著就是一個上落市的格局 A股的問題很簡單 就是中央的政策 在19大之後 記不記得 11月開19大 當時市場只有我一個告訴大家 19大之後是沒有好消息 19大之後看過A股是要跌的 因為 19大的開幕 我之前幾集有講過了 不再詳細講了 總之就算是19大 以及今天閉幕完結的 那個中央經濟工作小組會議 都只是貫徹一個思想 就是 第一 這件事是沒有得炒上的 第二 就是加強嚴控 金融體系風險 去共幹化 這個就是中央 內地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當然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就是本身過去的 民間社會 實體經濟的槓桿過大 這裡要收回槓桿 因為是自己內部的問題 但這個問題其實是可控的 我覺得在內地來說是可控的 逼個場 就一定要有陣痛 這個陣痛就會對內地的資產市場 包括商品 股市 樓市 以及一些理財產品 投資者是會有一個 風險要面對的 這個去共幹就一定要令所有東西跌 近期也看到 開始影響到香港股市 除了A股跌 令港股跌之外 帶來資金鏈準備斷裂 你看到北水南下已經少 然後間歇性就是北水流上 班斯回潮 這個你還只是表面看到 所謂表面看到就是透過 港股通南下的資金 我過往都經常強調 外面的分析是錯的很離譜 南下的資金 港股通的 每天有多少 相對香港股市的成交 有多有用 你看他們來買 跟著股市升 對呀 有一個 我們叫做correlation correlation就是相關性 但是不是有一個因果關係 因為踢高港股 或者踢高某一隻股票 純粹說港股通的北水是不夠力的 一定要在香港的資金推上去 香港的資金包括有外資和地下北水 而我所說的北水不在南下 兼且會不上 是在說地下北水 早幾集說過 從蓋了地下錢樁開始 你會看到很多中資股已經開始 逐步向下走 包括我稍後會說那些 融倉 恆大那些 還有很多隻都是這樣 在早幾集說過 所以你要留意 就是這方面的情況 好了 由 A股之後 影響到港股是怎樣的 我們看看幅圖 看看港股恆生指數的幅圖 你會看到 從11月尾 港股做過30,28 當日 前一晚 夜期做過31,341 殺了口淡倉之後 就慢慢地 放了2000點 然後 前兩個星期 技術性反彈 節目跟大家說了 先做技術性反彈 不過這個反彈比我想像中多了 我預計是28,800 29,000 他都可以抽到29,300 不要緊要不要執著這件事 都是反彈跌幅的一半左右 亦都是剛好在下跌裂口的底部 是保不了 兩條橫的紅線 頂那條 就是剛好29,400左右的位置 衝一次29,300多 回吐下來 再衝第二次29,300多 沒力 現在看看往後要怎麼走 下面有28,500 我估計 因為臨近假期前 除非有些因素 急劇惡化 否則的話 暫時先在這裏 怎麼都要等下個禮拜 放完長假回來 加上期指結算 之後 就開始有個明確點的方向 不過 當中也要防一防 因為 始終 內地股市有事 香港沒事 如果內地股市在這段時間 有什麼意欲出了事的話 可能回來那一刻就開個裂口 到其是走都走不掉 這個是港股預期的走勢 我估計上面不會太多 為什麼我看得港股那麼淡呢 除了內地因素 當然美股 正在做頂一路不斷創新高 但是港股跟不到已經有一個 一個問題 這幅行指圖 你看到高位是11月29、30日 就是11月底 我稍後給你看一些圖的時間 你會看到有很多股票 其實是8、9月見了頂 然後再升那幾千點 如果你中了入場 你除了買了騰訊之外 你買其他和平保之外 其他你大部分都是在輸錢的 所以大家檢討一下自己的倉 你看看如果你 8月到現在 倉是贏多了還是贏少了呢 輸是不是輸多了呢 那你就會看到市 如果我只是看指數 就很糟 港股接下來一個憂慮 美國加元升 稅改方案如無意外 今晚會通過 通過了 這樣 美股已經沒有條件再升了 沒有什麼理由有因去再升 這樣的時間 如果美股出現一個反走勢 因為稅改前 美股道指 其實已經升了大約1,500點 那麼 那個幅度也挺驚人的 所以 可能會有一個反走勢 就是獲利回套 還有一點 整個市場當沒到 但是很重要 就是港匯和拆息 我們看看港匯的幅度 這個就是美元對港元 高位就代表港幣弱 低位就是港幣强 我這裡只是給你們半年看 現在又慢慢慢慢慢慢上去 如果你看回一年前 現在今天的港匯 美元對港幣是7.82了 大家知道有一個聯繫匯率7.8 7.8就是中間線 上面就是藥方保證7.85 下面就是強方保證7.75 而過去這麼多年來 這幾年 基本上大部分時間港匯都在7.75附近 至7.78的位置徘徊 今年年初年中開始 上了7.8之後 就開始大部分時間都是7.8附近的位置徘徊 7.78 我圈了兩個圈 那兩個圈代表什麼呢 就是由年初到年中 港幣一路弱一路弱 去到有一天 港美元對港元去到7.82的位置 就是第一個圈圈的尖頂那裏 突然間 港幣就升了一陣 那裏打了百多二百點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港幣金管港 發票據在市場做操作抽資 就是說 令銀行的結餘由2600億那一刻 就抽走400億 好了 接著 抽完第一下 慢慢反應 港幣計 年初很多人說港幣約是因為套息 因為美國加息 我們沒有加 其實不是走資 是主要資金做一個套彈 沽港幣就買美金套息 好了 接著再上去之後 這次金工庫再做多一口 就是400億 就是頭尾800億 好了 又令港幣美元對港元急跌 就是港幣突然強了一陣 接著又拉上去 反反覆覆 好了 到最近 銀行結餘經過那 兩次抽資 由260億2600億 下跌到大約1700多億 1790億 好了 就是抽了800億 多一點 你見近期港元又再弱 今天 港股收市的時間 港股收市的時間 美元對港元去到7.82 那些位 好了 那代表什麼 代表 美國加上這些設施 更加令港幣更加弱 走資的情況開始嚴重 好了 走資也不要緊 我們看看下一張 就是拆息 圈了 我們主力 其實你要研究看 就是一個月拆息 為什麼呢 現在的按揭利率 那些叫做Hyper 加多少 那些H案 全部Hyper 建基於就是一個月的拆息 你看到今天已經去到1.126多了 那你見過去幾天 1.08 1.09 1.1 1.104 1.105 跟著103 跟著1.12多 繼續一個上升趨勢 你知不知道年初的時間 這個一個月拆息是多少 現在是1.12 年初是0.3% 那你說是不是已經扯高了很多 拆扯高 港匯疲弱 銀行結益一直在少 大家說沒有問題 樓不會跌 股市沒有影響 加息不會加得多 銀行結益多 不會加息 但是你記住 有些因素 譬如說我們看港匯 香港銀行結益 拆息的東西 我們看一個趨勢 這個趨勢就是一個中長線的基本因素 來到這個情況 你說升得多不多 開始銀行一定有個加息的壓力 尤其是現在這樣的程度 特別是港匯弱的程度 拆息扯高的程度 下一步很快很快你就會看到 因為我們看看上一幅圖 上一幅圖 我們圈了兩個圈 那個高位就是7.825 對上兩次 當過美元對港元 一去到那些位 金管局是動了手的 如果你現在去到7.82 再扯多一棍 0.5 至1的 百分點 那麼 那個港匯 就會再扯上 可能金管局又入場 抽回銀行結益 來控制 聯繫匯率 如果再做這下 就抽到400億 就落到 1400億 你記住 只要銀行結益再低 甚至乎低於1000億的話 香港的息就會加得很急 我其實都很擔心 大家現在計算 四分一來慢慢加 加不加都可以 如果我想過這個scenario出現的話 港息是半來半來加的 就不是四分一這樣加 銀行不加是不行的 銀行結益除了金管局抽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因素呢 大家看到近期 得水走的情況 在股市套現的情況 由現在到農曆年 為什麼我一直很強調 連年都在這段時間 中港股市都沒有什麼運行 因為資金真的正在抽 如果到時真的在香港有一個 走資的情況 特別 地下不需要翻上去的話 我想對於銀行結益或者 拆息 或者香港股市的壓力 就很大很大了 我們看看接下來的兩幅圖 下一幅 這幅 這幅就是融創 大家看不看到融創建頂是什麼時候 在一幅圖看 應該是10月左右 而8、9月雖然做了兩次頂 都試過有一個很急的回復 接著就拉上來 這幅圖頭肩頂已經破了項線 如果是圖形的話 紅色的那條線就是項線 就是說如果能破這條線 其實走勢真的很一般 融創屬於有內房 有綜合企業 有很多旅遊項目 或者其他的項目 但是如果你把它當作內房 你會覺得 9月至10月 8、9、10月那幾陣升得很厲害 其實那段時間 市場的人說內房股很厲害 內房股哪是厲害的 如果我看688中國海外 或者109的滑溶置地 基本上 在8月見頂 那時候已經跌了兩成多 就是說內地的房地產市場 大家看不好 內房股被人沽得很厲害 內地的政策大家摸到了 已經知道是要臨當 令內地的樓市要大幅回跳 這個源於習主席說過的一句說話 漏房是用來住不是用來炒 但是你會看到有幾隻跟內房相關的股份都升得很厲害 包括融創 恆大 逼櫃園 大家就會覺得這個代表了內房 不是 所以你說分析 你如果用基本面分析 用政策 70大中小城市的成交和作價 你就知道內地房地產已經暴入了一個下跌的周期 內房股是不能碰的 但是為什麼它會升呢 我經常都說 股價短期的升 未必跟基本因素有關 包括 這堆 這些升的 主要有資金 繼續在那裡接力去托上去 就會升 直到有一天 當資金 乾了 無以為計的時間 又需要有套現壓力 但是市場沽不到的話 就要跌了 這個融創是這樣的 另外看下一隻 恆大 都很像樣的 其實形態很像 不過它還沒有破紅色線 但是今天就 碰住了 如果 連恆大都破了 進一步 就confirm我這幾個月的分析 是絕對正確的 內地資金鏈斷 這些民企的槓桿太大 實際實體經濟要去槓桿 銀行 停個拉 跟著不續期 他們年尾就續不到 好了 要找資金托 之前都還可以 搭肩膀找一些相關友好 透過港股通 在南下資金那裡去買 市場教大家看著南下資金去買 你就跟去買 沒有死了 近期 完全另一回事 所以說 有時候分析還分析 你有港股通南下資金買 跟著大升的股票 是一個叫做correlation 是一個相關性 是一個反應 但是不代表是一個cosal relationship 是一個因果關係 之前 利用它來炒 利用引人落搭 跟著香港炒起它 大家就已經 培養了一個慣性 一見北水買那些 就去追進去 就一定有錢贏 近期你看到北水大手買 你那天或者第二天追進去 你就摸頂 匯豐是這樣的 80元 港交所是這樣的 建行公行的那些是這樣的 全部中伏的 所以 融創早兩天都有很多北水 在港股通買 但是為什麼力完全不同呢 此一時 彼一時 你明白那個因果關係 以往的北水 就是一些人 他們收到風 春光鴨 知道這個要性 就透過港股通 互聯互通平台 下來買定胆 就有一個啟示作用 另外透過這班人 做了一個效應 好像一個紅蘿蔔 引你去咬一樣 等於澳門菜狗那些電套一樣 是引你去追逐 當你追逐了這麼多次 又甜頭了 然後你就中伏 就是這樣 所以 這下跌下來 似乎是引你去追 引你下答 好了 究竟這兩隻 或者這些北水果 跟著會是怎樣呢 那你呢 我呢 好